在網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很特別的Youtuber 她叫做李科太太 每一次她在新的一個video裡面都會問大家一句 你今天過得好嗎 這個問題都是我今天想問大家的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或者這個月過得好嗎 或者是這幾十天過得好嗎 今天我們這個直播的主題叫做逆境執生 顧名思義我們就是在說在逆境當中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馬上去做出一些重要的回應 這個所謂的重要回應是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目標在眼前 所說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可以在逆境當中求存 逆境求存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也好像我在寫在身邊這本書的時候一個概念 希望帶出來的就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經常都會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和挑戰的 這些問題和挑戰是會突如其來這樣發生 而發生的過程是非常之快的 所謂快的過程是這件事由出現到它造成影響 甚至帶來後果都是一個非常之快的過程來的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執生的精神在這裡 執生是一個廣東話的詞彙 如果我們將它稍微書面語一點去講 可能我們可以叫它做隨機應變 不過隨機應變又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來講執生這句子 因為執生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在當中 就是在講它在一個短促的過程裡面去做回應 到底這個所謂的短促是有多短呢 很大一個影響力就是你在這件事情裡面 究竟你有多少時間去做回應 而不做回應的話 你的回應將會變得無效 我們可以簡單一點舉一個例子 也是我經常在書裡面講的例子 就是講到煮飯仔這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在煮飯仔的時候 例如你要炒一隻雞蛋 你在油味滾的時候就已經下了雞蛋 其實在這個過程 你是說由準備的一刻 你已經注定了那隻雞蛋會炒壞了 我們又給大家另一個例子 就是當你下了雞蛋之後 有人送外賣然後你去開門 或者有人送速遞你去開門 然後你蓋了一隻雞蛋 然後那隻雞蛋就會煎焦了 煎老了 這就是在事情進行的過程裡面 執生不行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煎了雞蛋之後 譬如你想它奶油一點 想它有多些雞蛋液 有多些雞蛋汁 最終你又會發現一件問題 就是 煎好之後 煎好之後 沒有將那隻雞蛋 馬上離鑊 馬上拿開了它 其實那隻雞蛋就會繼續 因為那隻鑊的餘溫 而繼續繼續在這裡 令它越來越熟 越來越熟 最後那隻雞蛋都會弄壞了 這個就是 你明明做完那件事 但最後那件事 都是禍了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說執生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涉及做一件事 開始之前做完之後 到底是有什麼狀況會發生 而我們應該怎樣去應對這些狀況 今天和大家做這個分享會的Kelvin 林維浩 我本身是一位詩兒和主持人 而也是身邊這本書執生的作者 所以我都會用回一套 我的所謂執生理論 來跟大家講所謂逆境 這件事 好了 那究竟逆境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正在面對的逆境 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農曆新年前幾天開始 我們大家都開始面對一個問題的發生 這個問題的發生就是我們有一個疫症的出現 這件事是來得非常非常快的 快到一個程度是兩三天之間 大家就好像突然之間要披甲上陣一樣 並不是說那種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大家知道每年在一些時間都會出現 甚至在流行性感冒發生之前 有一些組織 一些部門 他們也會預警告訴大家 接下來你要注意 小心會有問題發生 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並不是用這種形式來出現 它出現的形式就是 你一知道的時候 就已經在內地爆發當中 然後很快大家就知道 因為春運的關係 因為農曆新年的關係 這個疫情是有機會很快地擴散到其他城市 甚至是有機會來到香港 所以大家馬上就要進入一個戒備的狀態 就是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其實你還未想到如何處理 你已經開始發生了 口罩又買不到 火酒又買不到 酒精又買不到 這些切膚之痛 是滾到身邊的一種問題 然後你還未處理得到口罩的問題 就已經開始說 在這裡我們有感染的個案 已經有確診的個案 然後當你還未知道病是什麼時候 你已經發現 開始有人要搶廁紙了 有人就要搶米了 諸如此類 新型冠狀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今次這個疫情 對我們帶來很大的影響 影響點是在於 它來得很快 很急速 很突然 突然到一個程度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人能夠 為它做一個很好的準備 結果因為這次的疫情 就讓我們帶來了在身邊 有好幾個不同的問題發生了 譬如 第一 對於我們自己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個實況是什麼呢? 就是疫情出現得太快 而我們並沒有為疫情做一個 好的心理準備 或者行動上的準備 所以 每一個人在這件疫情當中 都會出現一個 所謂方寸大亂的情況 此其一 疫情是正正影響了我們的家 大家都知道 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是在農曆新年的假期當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就是初一初二 如果你還繼續去拜年的話 你是要開始戴著口罩去拜年 而其實在拜年的過程裡面 大家的話題都是說 疫情 說十幾年前的SARS 大家是怎樣去處理 很多經驗回來 所以這件事另一個帶來大影響的原因就是 它發生的時候 正正就是我們很多人 都是在家裡 有很多時間和家人溝通的時候 所以當這件事 在它正正開始的一刻 就變成了一個不是我們自己一個人面對疫情的恐懼 變成了是整家人一起面對一個疫情的恐懼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因為經歷過17年前的SARS 所以更加是一種一家人 甚至是一代人 兩三代跨代之間的人 大家有一種共同回憶的恐懼 這是第二 第三樣就是在朋友之間會有恐懼 因為這次的疫情在發生了幾天之後 大家就開始說到 究竟那些企業要不要開工 本身打算初五啟示 是不是初五啟示 還是初六啟示 還是初七啟示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自己的群組裡面 無論工作的群組也好 朋友的群組也好 就開始要去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放不放假是最重要的 正如打風的時候大家都是最緊張 第二天要不要上班 其實疫情也是 正正因為這場疫情影響到大家 究竟要不要初五開工 還是延遲到初六 還是延遲到初七 所以搞到它在朋友圈子 同事圈子裡面的擴散速度 又是更加快 令到大家又開始緊張和擔心 然後去到初八發現 受不了了 真的學都開不了 就開始連一些 就算不是在工作上有關係的朋友 不過他們的小朋友是在讀書的 又影響了那個圈子 結果影響的範圍 就由自己去到家 去到朋友 去到辦公室 越闊越闊 終於我們就發現 這個疫情對於我們造成了很大的挑戰 當然了 疫情繼續發生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原來在我們的工作上面 都發生了很多問題 例如去到最近 疫情已經有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大家就會發現有人開始失業 失業的可能不是自己 但可能是身邊的朋友 可能會留意到在行業裡面 譬如我以前是傳媒行業的 我會特別留意在傳媒行業 誰要減薪 誰要放無薪假 諸如此類 慢慢就累積了一種恐慌 這一種恐慌 又是令到大家開始擔心 我會不會是下一個被裁員的人 又或者如果我已經被裁了的時候 那就更加擔心 這個就不需要多解釋 另一樣 我們再去講到的就是 疫情對於世界所帶來的影響 最初我們看到疫情在內地爆發的時候 出現的確診和死亡數字 不斷飆升 甚至說是逐個省來數 哪個省哪個省中了哪個省 最後終於全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都有人中了 然後我們開始慢慢發現 原來只是一個國家的地圖 不夠做這件事 我們需要世界地圖才能做到這件事 這件事情已經發展到 在東南亞其他國家 又去到歐洲 又去到美洲 甚至會去到一些 我和你平時都不會留意的地方 我們發現這件事的影響 它越擴越闊 對於我們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因為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在我們的生活裡 很多的細節都跟全球化有關 很多的事情明明遠在天邊發生 但其實它的影響更在眼前 所以我們又會去想 到底疫情對世界的影響 轉而對我們會帶來什麼影響 而我們可以怎樣執生 而最後一點也是我在書裡經常提到 也很希望大家會留意的 就是我們怎樣為網絡而執生 在疫情的發生過程裡 基於現在的傳播形式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透過網絡 來接收關於疫情的資訊 甚至大家自己也會作為一個信息提供者 透過網絡去將一些你自己所見到 看到或者其實你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純粹你自己相信的事情 就透過網絡來擴散 所以在疫情當中 我們在網絡裡面應該怎樣去擴散 這也是一個我們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針對著以上這六大範疇 其實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執生的方法去做 這也是我在書裡所提出的一個執生方程式 這個執生方程式就是 我們要做幾部曲 第一 我們需要發現問題 可能大家會覺得 疫情當前發現問題不是真的那麼難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人 我們經歷過SARS 我們對於這件事的反應是非常迅速 但是在世界上有些地方 如果他們之前或者最近這十幾二十年 沒有經歷過一些大的疫情 其實他們是發現不到有問題的 不然我們就不會看到現在在歐洲 或者美洲那麼多地方 他們的確診率或者爆發率是那麼大 甚至我們可以說 最近令到香港的確診數字急增 因為有很多是留學生趕著回來香港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想一個問題 到底是何時開始發現 在外國爆得那麼厲害 然後開始有人醞釀一個想法 是不是應該要先不要讀書 要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可能會比較穩陣 這件事其實又是何時發生 都是講一個有沒有發現問題的過程 如果假設你身處的一個地方 你對那個地方的醫療系統的認識很豐富 你對那個地方的政府 他們的行政效率的處理是很豐富的 你對那個地方的人的性格 或者當地的文化的認識是很豐富的 或者這些可能會成為了一個因素 令你早點去發現問題 令你早點覺得當地人覺得沒有問題 是不是就是沒有問題呢 當地人覺得沒有問題 是不是純粹他們對於這件事的認知 沒有我們那麼大呢 因為這件事我們最開始是由武漢開始 很多的資訊都是由中文開始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在接收資訊上 本身就是有一個限制 然後令到他們發現問題 發現得遲了呢 然後我們因為其他人發現問題 發現得遲了 而令到我們自己又發現得遲了呢 那這些可能是一些因素 令到一些反應慢了 就是這個問題發現得遲了 第二個我們可以想的方式 來想怎樣去處理 就是我們要對準一個原因 才可以成功執生 譬如現在終於說 在世衛開始去想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見夢的人 誰都要戴口罩呢 不是啊 你現在才說 不是應該是誰都知道的嗎 戴口罩是為了防疫 那其實就是你有病的 要戴是理想的當然 沒有病的戴都應該保護自己 尤其是在內地 甚至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研究或報告說到 在這個疫情當中 其實是可以出現無症狀的感染者 既然有無症狀的感染者 那誰都戴口罩都很正常 是不是 這個就是找出原因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概念一直都是 病的人才戴口罩 其實一直不戴口罩 這個問題就是出在於 我們沒有針對到 到底我們為甚麼而戴口罩 對於我們來說很清晰 我們戴口罩是希望有病的不要傳給人 沒有病的不要感染到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病的 兩樣都不希望發生 那到底我們有沒有能夠 對準一個原因去執生呢 一會兒有些經驗和大家分享 最後一樣就是我們在執生方程式裡面說到 我們必須要馬上去為一件事情 作出回應 一件事遲一天就是遲一天 好像世衛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是不是去到全球大流行 在輿論和世衛的立場上 一直都有些分歧存在 很多人都覺得 在內地疫情開始嚴重 然後我們看到 在韓國有一個爆發 然後慢慢看到 在歐洲的一些國家 例如西班牙、意大利 開始有一些爆發 到底在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世衛做決定太遲呢 他回應太遲呢 所以令到受眾 或者令到世界上的人 對於這個疫情的反應 也都相對是遲換了 這一點 也都是我們在說 為什麼我們要執政就要立即 當然 我不是一個衛生學 或者傳染病學的專家 我不是在這裡去批判 到底世衛下決定的時機 算不算是馬上 但我純粹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如果我們有機會在面前面對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很需要提醒自己的就是 不要等 最緊要快 今天的這個分享會 我希望好像本書的概念一樣 用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跟大家說 究竟面對著在我們人生當中 會面對的六個範疇的情況 問題 轉變 發生的時候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去處理 首先我們今天說第一個情況 就是在這個疫情當中 發生到現在兩個月鬆一點 開始越來越多人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失業 可能會被公司要求放無薪假 可能是需要減薪等等的狀況 究竟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去看 和怎樣去處理呢 在眼前今天我的這個分享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剛剛就踏入了四月份 四月份 對於我們這些自僱人士 或者一些自由工作者來說 都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因為我們又要開始做一些 我們很不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計算了 每年的三月三十一號 都必須要埋數 剛剛的三月三十一號 我就埋了自己一盤數 到底得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發覺原來 在這個一九至二零的財政年度裡面 我的年收入 是比起上一個年度 大跌50% 其實一直 我都心裡有數 但是一直 我都不肯計算這條數出來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拿著這個數字在手 每天都只是想著這個跌幅 這個跌幅 是不會令我有所進步的 但是 我亦都不會跟自己說 沒有啊 沒有事啊 沒有事情發生啊 這樣 因為整個故事就是 由去年六月的 反修例運動開始 進行的一連串的社會事件 已經是很明顯的 對我的工作量 分別在六至七月的時候 接著去到十月十一月 在大學裡面相繼發生的事件的時候 然後去到今年的疫情 從二月開始 影響是顯然的 顯然到一個程度就是 不再需要走出街 買了回來的隱形眼鏡 戴的都戴不完 化妝品開始不用用到一個程度 連護膚品都不用 發覺臉開始乾到 原來我整個月沒有化妝了 這樣 這個影響是顯然的 問題就來了 到底我們是怎樣去處理 在工作上 所出現的狀況 然後去執生 我在這裡對大家有幾個建議 都是來自我的經驗 我想參考現在在醫院當中 應對著一些傳染病 或者是其他疫情的分級機制 來給大家一個分級 大家嘗試去量度一下 現在你在哪一個狀況 而如果你在那個狀況的話 我建議你會怎樣去處理 視之為發現問題 找出原因 馬上回應 好 如果你的現在狀況 是最低的一級 即是戒備狀態 怎樣為之戒備狀態呢 就好像去年六月的時候的我這樣 就開始發現 有一些將會發生的工作 因應社會運動的關係 而被取消了 你馬上就會知道 這個月的收入 將會減少了多少 你是遇見到問題的存在 因為還是剛剛開始 所以我只是會形容 這是一個戒備級的狀況 我自己怎樣去處理 這個所謂戒備級的情況 第一 就是要很理解 眼前發生的事情 到底對自己有怎樣的影響 馬上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就是 即刻要去知道 究竟這個影響會持續到多久呢 我都沒有的 因為當時大家是比較 沒有那麼緊張 有些譬如7月份的工作 都沒有說要取消 大家都覺得OK 是一開始 譬如6月9日 612 幾天的時候 大家特別緊張 所以才作出這個回應 馬上針對這個問題 做一個分析 然後去找一個原因 究竟突然被人取消了你的工作 原因是關不關你的事的呢 如果關你的事的話 你就要自己檢討 但是當時的情況就是 這個是大社會的問題 這個是大時代的問題 你馬上找到一個原因 但是你也會看到那個原因就是 這個原因是我解決不了的 無論我怎樣做都好 我不會令到這件事平息了 因為他不撤回就是不撤回的了 不會因為我做了什麼 然後會撤回的 所以呢 你就會知道 原因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正在面對工作上的一些問題 去到戒備級 未嚴重的 未惡劣的 OK 而這件事其實你控制不了 疫情怎樣擴散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控制的能力 是不是 那當然我們大家先做好自己的衛生措施 這個也是有幫助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可以去Q了病毒 是不是 好了 你可以怎樣做呢 做好你已經計劃了的另一些事情 我相信在大家的生活裡面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事情在做 有些project在做的時候 這個時間是有很多的變數在 可能你會想 喂我做了他一個四月的project 一個五月的project 到底到時候能不能出門 我都不知道 那不如算吧 不要做著吧 放下他吧 我強烈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 沒有人知道疫情會什麼時候完 可能下個星期就沒事了 如果下個星期就沒事 然後老闆叫你四月尾就要交個marketing report 你能不能交到呢 如果明天就沒事 然後叫你後天就要做個presscon sale的生產品 你有沒有做到這樣的準備呢 繼續去做一些你在做的事情 你在計劃的事情 你需要做的事情 好像六月的時候這樣 我怎樣去面對underemployment 一個沒什麼工作的時間 我花了我的時間去寫書 本書不是六月舊書 本書三月尾的時候已經舊書了出來 然後我六月原定計劃是開始寫的 那我就花了很多時間 開始去寫這本書 所以這本書開頭的部分是寫得零寫好 因為我真的很空閒 那段時間 好了 不是了 我不是戒比級了 我不是一個有機會的問題 旁邊的同事被人解僱了 上司已經說了如果這個月跑不了多少數呢 要再交人頭了 開始去到一個嚴重的級別 嚴重的級別是什麼呢 不是這個危機可能下一個就是我那裡發生了 下一個炒的就應該是我了 或者是現在公司在做減薪 出八成糧 不行 我本身只有萬二元的薪 其實出八成糧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我租我可不可以三百尺的房子 我租二百四呢 不行 那一頓飯我已經在吃十元一頓 你可不可以吃八元一頓呢 你很多實際的問題發生在眼前 去到一個嚴重的級別 你又應該怎樣去發現問題 找出原因 然後馬上回應呢 我又用一個我自己的例子去和大家分享 去年的十月和十一月左右的時間 開始社會運動升溫 發生了在一些大學 例如中大、理大裡面的事件 亦都開始有一些商場在事件當中 是被受攻擊 對於整個社會的氣氛來講 已經完全再找不到做show的理由了 尤其是我有很大部分的工作 是和商場有關的 那很正常 一個商場不會再在這個時候做任何的工作 所以我就開始發現 那個影響不是十月十一月那麼簡單 因為商場的promotion就是 十一月初不做事 即是說影響了整個聖誕 如果既然決定得十一月初都不做 其實你是可以看到那個影響 將會去到十二月二十五號、二十六號的 換句話來說 在十月發生的事情 已經足以令我知道 我的第二波影響 是會持續三個月 去到十二月尾 有很多年復年去做的工作 今年是沒有可能會存在的 我發現問題 然後我又去找原因 也是那句 社會事件的原因 我都搞不到什麼 你又是處理不到的一個外面的因素 那怎麼辦呢 那又要找到裡面的原因 又計算 到底聖誕旺季沒有公開 對一個做主持人來說 有多大的影響呢 於是我計算了這個數 我計算出來之後 發現都可以 我都有些積蓄 還有我預期之內會出本書 應該賣到十本八本的話 我都可以吃一兩餐 麥當勞 我在想 都可以 未是大問題 未是大影響 但是 就要去想 如果十月有問題 就影響到十二月 那件事 十二月都解決不了 就會影響一月二月 即是農曆新年的推廣 如果件事一月二月都解決不了 好 三月一向都淡貴 就會影響四五六月 兒童母親復活節 不是 兒童母親父親節 復活節也是一樣 如果件事四月都解決不了 就會影響暑假 如果暑假都解決不了 就會影響九月十月的中秋萬聖 如果件事就是這樣 從十月持續到明年十月 即是夏年聖誕我都沒有公開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發現 要去到第二個應變級別 是一個嚴重的應變級別 這個應變級別就是 不行 如果件事不完 要處理的人一路都不處理 一路任由你 那我會怎樣呢 我是不是將會一路都不用再做事 所以 在十月十一月開始 我要去進行新的收入來源 那又很幸運 因為在六七八月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讚寫 關於一些自己的培訓課程的內容 開始去設計一些課程 也都開始再教班 所以在這個範疇上面 都有一些寶座 都可以繼續有飯開 同一時間 我也都在想 不是了 我發覺 我的工作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我很需要世界和平 我才有公開 但是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我眼裡見到這個世界 或者這個香港 在未來一兩年都不會和平得去哪裡 這個是我上年十月的時候的想法 所以我就會跟自己說 不行了 你只靠出去跑show 應該很快都會沒有飯開 即速是會用得完 所以我開始要開展新的業務範疇 我開始花更加多的時間 去做其他類型的業務內容 例如講到的培訓工作 講到的網絡上面的內容等等 所以我想建議大家 如果你好像我剛才說的狀況 你的工作範疇上面 已經是去到一個嚴重級別 嚴重級別是什麼呢 旁邊被人炒了 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炒 或者老闆說了 去年三月三日一日 跑不了某條數 我要放四個人頭上去 給HR炒人 已經預告了 甚至聞到焦味 不行了 公司其實有可能要收拾 撐不住 譬如做食肆 大家很明顯 請開二十個人是不可能的 現在一晚只有三台客 請四個人都已經夠多了 如果你已經去到那種 可以聞到焦味的嚴重級別 我建議你馬上找出原因 第一 如果事情有發生的時候 你是否會有機會被人解僱那個 你是否會有機會受影響那個 如果你發現這個機會是存在的 請你要做定準備 請你要想定 什麼叫做定準備 所以未被人解僱 即是我還在出糧 那我是否還在用以往的生活方式 去洗這份糧 還是由這個moment開始 要儘量省些 買東西買少些 諸如此類 又或者另一種的準備方式 是不是要密切 還是有什麼其他工作可以去做呢 其實在這個逆境當中 還有沒有公司請人呢 如果公司真的炒了我的時候怎麼辦呢 學費怎麼交呢 雖然兒子不用上學 但是學費繼續要交的 是不是 家用怎麼給呢 開始去想定這個問題 以免問題一旦發生touchwood的時候 你處理不到 好了 接著就是第三級別 現在進行的級別 最嚴重的級別 緊急戒備的級別 醫院要緊急戒備 大家知道了 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 都不能發生 例如 探病 探不了 甚至身邊有些朋友 生小朋友很開心的事情 家人都不能去醫院看寶寶 所謂的緊急狀態是說 它已經完全影響了 你本來的生活方式 包括 工作 家人 朋友 嗜好興趣 習慣 學習 等等 其實在這個疫情 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2月 一邊鬥離市 一邊派離市 一邊都心慌慌 因為心裡也知道 這次搞不定了 搞不定的意思 不是我搞不定 我可以的 我暫時都可以的 搞不定的意思是 疫情一旦發生 傳說中的沙士經歷就會再發生 17年前 我還是一個大學生 當時發生沙士 其實對我來說 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我還在收媽媽的零用錢 一路都有一些傳說 就是說沙士的時候很慘 尤其是我們做show的行業 production house沒有公開 agency沒有公開 做show的人沒有公開 performance沒有公開 酒店沒有工作 因為沒有人搞活動 一路對我來說 這些都是傳說 一路都是一種歷史經歷 但這次我發現 不是 整個脈絡就是重蹈17年前的覆轍 即是17年前的影響 其實是會再發生 只是說影響有多大 就好像樓市那樣 其實我覺得這次樓市都應該要大跌 但是17年前 大家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例子 就是因為一過了那場沙士之後 樓市再發聲升上去 所以現在所有人的focus 都是看到 等它跌完會升 結果現在的人去看樓都是什麼 就是希望撿筍盤 其實大家為什麼會覺得樓市OK 就是因為見支持不會升 但這個又超越了我的專業範疇 不多說 再看我的專業範疇 如果沙士要搞三個月 新型冠狀病毒是不是搞三個月呢 如果是的話 即是一個二月開始的疫情 至少會影響二、三、四月 即是連續三個月會沒有收入 這件事年三十我已經知道了 問題就是這裡 沒有收入 可能你是打工仔 很抱歉 你已經被人解僱了 可能在眼前的是一位老闆 很抱歉 可能你的生意已經沒有了 已經結束了 這個是一個緊急的狀態 在緊急狀態裡面 我自己是怎樣去處理呢 第一件事 就是開拓一些新的範疇 開拓一些以前你沒有做過的事 相信我 如果你在一份工裡面可以做到這麼一段時間 或者你的生意可以做到這麼一段時間 你現在因為一個外來的因素 而影響了你的事業 第一你先檢討了 是不是你自己有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不是出現在你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做一些適應到這個時代的事件 給大家一個例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尖沙咀和旺角 有一些連鎖賣衣服的店 全部都是賣女生衣服的 賣那些50元一件 100元三件 類似貨板還是出口貨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不買 我不太掌握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們全部都在門口位 在賣口罩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回應和執生的方式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在一場逆境裡面 就算你賣到20元一件衣服 都沒有什麼人有心情買衣服 但是大家最緊張的是什麼呢 口罩、消毒液、衛生用品 所以在這些時候 你看到他們賣衣服的都在賣口罩 其實就是一種執生的方式 希望這裡執拾一點 那裡執拾一點 交租給人工 所以大家很救病的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的藥房 是賣奶粉、尿片多於賣藥 其實這也是執生的過程 大家想想 開這麼多藥房 每個人都賣藥 難道每個人都要賣藥嗎 如果你開了一間店 每個人都在賣奶粉 只有你自己 我要做清泉 我要做好的東西 我不賣奶粉 這樣 其實你生不生存到呢 這也是一個執生的問題 所以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 紅色警報 緊急狀態 我想告訴大家 開始一些新的事情 是你這一刻可以做的 當然 我幸運而已 我有家庭 我有些積蓄 可以多吃一會 如果 你不是 真的 平時餐餐吃 餐餐清 沒有人工收 真的飯都沒有得開 租金都交不到 會被人烹走 我相信 我也提醒大家 我們始終要相信 香港在歷史以來 是有一些很好的 社會的安全網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你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 不是啊 我真的沒有錢沒有飯 我真的沒有錢沒有造教 請大家 不要因為 介意 害羞 等等的原因 而不去拿這些 我們作為香港人 應該有的福利 這個是 可以幫助大家 去解決到 言微之急的地方 那當然 整個過程 到底需要做多久 要撕批多久才拿到呢 那這些 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 好了 所以 在 工作的這個範疇上面 我想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執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 發言的問題 一定要發言的問題 越早發言的問題 你會執生執得越好 如果 你一直都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一直都只是在想 我很幸運的 應該沒有問題的 不擔心的 我正在做大集團的 沒有問題的 我正在做那個位置 這麼小 怎麼會炒得到我 不是啊 我正在做高層的了 沒有了我的公司 很多決策做不到的 怎麼會炒我 我想在疫情當中 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危機感 不要有我剛才所說的這些心態 因為 在疫情裡面 每一件你想像不到的事情 都可以發生的 好了 以上是關於工作的執善 講了很多 也是一個我相信 對於現在來說 是一個挺沉重的話題來的 那不如我們轉一下 講一些輕鬆一點的話題吧 這樣 人生的六大範疇 另一個範疇 你要去幫忙執生的就是 家裡朋友和自己 大家都在面對著一個情況 這個沒有盡頭的十四天 究竟應該怎麼做 我真的很記得這件事情 年三十年初一二的時候 那些專家諸如此類就說 現在疫情剛剛從內地開始爆發 加上有春運 那些人會來香港 不封關 那有機會將病毒帶來香港 所以接下來這十四天很關鍵 接著 去到大約情人節的時候 大家想著 可以出街慶祝一下情人節 是不是 又有其他原因 接下來這十四天很關鍵 好了 接著去到三月 發現原來不僅是亞洲 是說歐洲也爆發到 然後醫療體系 人家國家那些 又說要面臨崩潰 又說醫療裝備又不夠了 大家又持續整個月找不到口罩 很害怕 接下來十四天真是很關鍵 接著去到三月中 開始發現 原來內地的數字已經不是最高 是會慢慢 有其他國家會超越它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疫情感染數字的曲線圖 就是原來很有脈絡地 一開始是怎樣爆發呢 大約去到多少天呢 這個數字就會去到多少 接下來十四天真是很關鍵 直至去到三月底的時候 終於發現了 外國真的處理不到那個疫情 很多留學生就害怕了 不如回來香港 很多留學生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不是說他們帶了病毒回來香港 而是感染 病存在 然後你感染 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 不是他們拿保鮮紙握著自己 就可以不病的 接下來十四天又很關鍵 於是這個沒有盡頭的十四天 不斷不斷地重複 不斷輪回 真是來回地獄 但是我們還沒有機會 接反人間 另一個十四天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做食肆、美容院、Cloud K、酒吧 那些你就明白了 星期日開始封 十四天 不是 原來發現封漏了兩個 星期二再封 那由星期二開始計十四天 不是 原來星期四發現又封漏了誰 又封了他 然後又從那天開始計十四天 於是一個不決斷的政策 就將那十四天不斷拖長 不斷拖長 不斷拖長 在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 大家講到 我們有一種抗疫疲勞的發生 抗疫疲勞是什麼呢 看不到盡頭 你再不認同世衛、譚德塞都好 譚德塞有些說話其實很有道理 例如他講 那些國家要有封城的措施 居家檢疫的措施 OK 但是你要告訴市民 究竟要封到什麼時候 讓他們有個心理準備 這個心理準備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讓大家知道 那些做了居家隔離措施的地方 他們全部都不只是封兩個星期 全部都是在延長 要不就延長七天 要不直接延長十四天 要不就直接說延長到某一個節日 例如復活節假期之後 不是說一個要退的deadline 就不要提出來 因為沒有deadline 只會令大家非常緊張 情況就是大家為什麼要搶口罩 因為大家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完 我看不到疫情完結那一天 所以大家會很害怕 大家會發現 我有一個月了 但是如果疫情一個月不完 那我是不是要還兩個月呢 不是啊 我已經有兩個月了 但是如果疫情三個月都不完 我是不是要買三個月呢 於是大家就開始不斷買不斷買 堆到整個窗台都是紙巾 買米買一百幾十斤在家裡 生了穀牛也吃不到 諸如此類的情況發生 其實這個沒有盡頭的十四天 它的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不是說十五十四天 問題是說大家很害怕 大家的恐懼 大家的擔憂 大家對於未來的未知 而以上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在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天生就是需要執生 以前的人他們生活在野外 因為要避開陷阱 因為要避開猛獸 所以他們要執生 我們生活在現代 因為要避開一些做得慢的事情 避開一些做得不夠決斷的事情 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執生 於是我們就會在想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針對到 那個原因的本身 就是恐懼是存在的了 而我們作為小市民 無論如何都影響不到政策 那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令到沒有盡頭的十四天 變得有盡頭呢 我又給大家一些建議 這是我自己做的 第一 第一 在我自己的網絡平台上面 我做了一個項目 叫做抗疫主呼日記 因為既然都沒有公開 那就僱住頭家 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在家庭實務上面 大家做多些事情 如果你每一天回家的時候 你覺得家裡很乾淨 很衛生 吃的東西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說 吃維他命C都可以抗疫 我不知道有沒有直接關係 維他命C是會令你身體健康的 但是維他命C的檸檬 是否可以扔死冠狀病毒呢 我答不到你 你自己決定 吃得好 其實這一種的安心 這一種的鼓勵 那種一家人的感覺 還有那種的支持 就是我們要去面對這個 永遠都不完結的十四天 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是沒有可能知道 那十四天究竟是什麼時候可以完結的 沒有人說得準 而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我們要執政的 就是我們自己可以處理到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家庭實務上面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做的方法 另一種方法就是多些分享 不知道大家掛不掛念你的朋友 我就很掛念我的朋友 總之我們和那些朋友 就要用盡方法做那些 online的casual meeting 或者我們叫做online gathering 甚至我建議大家可以 搞一些online party 因為每一個人面對壓力的時候 其實都很需要釋放 如果你一直都不釋放 其實你只會一直沉浸 在那個壓力當中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寫抗疫主呼日記 一方面我希望可以去抒發到自己的心情 尤其是對於制度或一些決定 做得不好 我很想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去表達給大家 為何我們要去支持某些人 為何我們要去反對某些政策 另一方面就是 我希望平時看開我的東西的受眾 因為看開我的東西的人不外乎 都是喜歡看我煮食 有空來看我收拾房子 插花等等 我很想告訴他們 其實你一天要在家裡煮三餐 你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煮的 其實你很悶在家裡 你不能出街 你是有方法令到家裡有生氣 例如插花 我很想用這個方法 為我的觀眾 或者我的朋友 帶來一些鼓勵 我希望大家在面對疫情 這個沒有盡頭的14天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想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去為自己 為家庭 為朋友 執生 執生的時候 我再一次強調 大家記住 要對準的原因 而現在的原因 不是說政策招令直改 因為那些不是我們作為普通人 處理到的事情 我們最重要對應的原因是 我們很害怕 我們很擔心 我們不知怎麼辦 對面那座 就有個確診者住了在這裡 旁邊有個確診者 入不到醫院的住了在這裡的一個屋邨 我連街都不敢下 送我也不敢買 走出街 我就覺得好像有生化危機一樣 直接明明說了病毒不是空氣傳播 我都覺得呼吸是有罪的 我們真正要去面對的恐懼 我希望剛才所說的一些建議 能夠帶給大家鼓勵 也都令到大家可以去面對 和處理到這些恐懼 現在每個人都說要Stay Home 不要出街 就像我這樣做一個講座 我都要在網上 在家裡跟大家做 其實很難頂 怎樣Stay Home Stay這麼久 我習慣了逢星期六日都要出街 不出街要死 不做運動我不行 我每天要跑十公里 不跑十公里我退化 更加實際 可能有些老人家 每朝神運對他來說 會不會只是浪費時間 這麼簡單 那是他唯一可以做運動的機會 但是他現在不能下街做運動 他每天坐在家裡會退化 Stay Home14日之後 他可能以後都走不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Stay Home這個問題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怎樣去倒閉 記住 發現問題 找出原因 馬上回應 有些人就在街上 很喜歡隨便拍照 就說 這些人真的不好 他都不Stay Home 還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人家為什麼要出街 他的狀況 會不會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一個老人家 有七八十歲 如果他再不做運動下去 他這輩子都走不了 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被人拍出來公審 不戴口罩的阿伯 其實可能他是付不起錢買口罩 你有沒有嘗試用正面 好的角度去想別人呢 這就是我們在說 在一個逆境當中 到底我們怎樣在網絡上執生 怎樣為這個世界而執生 去批評別人其實很簡單 做好自己其實很困難 我希望建議大家 在這件事情裡面 如果你需要執生的時候 你要去想Stay Home這個題目 你怎樣為他執生 我強烈認為 因為我自己已經Stay Home了三個weekend 不出街 其實我都覺得很悶很悶很悶 悶 不開心 沒有衝擊 是會令人抵抗力減弱的 這個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這個是有很多reference 大家可以自己找到 心理怎樣影響到生理的狀態 OK 所以好像外國有些幾好 我覺得 居家寧 但是你可以出去放狗 幾好 我覺得這些是吧 馬來西亞那些有些奇怪的 就是一家之主 只是一家之主可以出去買菜 然後其他人那怎麼辦呢 他是不是在家裡一直混 尤其是你家裡有小朋友 我想大家都會更加感受到 小朋友一路都不能出街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建議大家 所謂居家 不是說你一踏出家門 你就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仍然要生活 我們仍然要買菜 我們是需要去處理 在生理上的需要 和心理上的需要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在這個居家 需要的時候 你仍然約一群人去唱K 所以你就會成為了唱K群組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還是約一大群人出去打一個邊爐 又沒有氣溶膠都好 你都會有機會成為打邊爐群組 你要知道你需要付出的一個風險 而那個風險是整個社會 甚至整個世界 和你一起承擔著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樣的判斷的話 就已經可以了 好了說回 家裡很難頂 什麼是難頂呢 我們要先想這件事情 以下這個session 我是專門和各位家庭主婦說的 作為一個家庭主婦 我覺得我現在很有經驗 stay home為什麼這麼難頂呢 第一真的很悶 很悶 悶到不得之了 沒有東西可以做 第二 萬無目的這樣生活 譬如你本身有份工的 你現在沒有了份工 你要留在家裡 你連每天上班的需要都沒有了 萬無目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有人會說 stay home一天煮三餐都是一個目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作為一個每天煮三餐的人 其實現在對我來說 煮飯都是一件萬無目的的事情 因為我只需要完成那個項目 OK 我每天在家裡煮 洗 清潔 一比九十九 酒精 消毒 洗衣服 都不是老的 對不對 我們已經洗了六十幾天 我想說 而接下來你也看到 至少有三十天六十天 你要這樣洗下去 對不對 一個病毒怎麼為之 沒有了 你也要等三十天沒有人感染 十四天沒有人感染 你才知道 叫做安心一點 那怎麼辦呢 我又說一下我自己的做法 第一 Stay home 其實是為你帶來了一個空間 做一些你很需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 如果你認同 這次的抗疫情況 不是一個我們自己的問題 是一個整個社會 整個世界的問題 我強烈建議大家 在你可行的範疇上面 做多些事情 去幫忙抗疫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自己懂得拍片 因為自己懂得說話 以及做資料守則 所以我做了幾條抗疫短片出來 我希望大家知道 一比九十九其實是什麼呢 是不是你買任何漂白水回來 都是開一比九十九的呢 原來不是 這樣 其實一路我也知道不是的 但原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不是的 所以那條片又有很多人看 接著我教大家戴口罩 因為我在街上 真的看到人們反轉口罩來戴 反轉或者調轉口罩來戴 然後我在想 不是的 就是戴口罩 不是十幾年前大家學了的嗎 為什麼會有人不懂戴口罩的呢 那我拍一條片 教大家戴口罩 我想告訴你 我拍這麼多那些去旅行 煮東西吃 諸如此類的片 我從未試過 好像剛剛所說的 抗疫短片系列 三條片 在幾個平台裡面 有四五萬的觀看 當然 對於很多YouTuber來講 四五萬簡直是一個少數位 零點零零零零零幾的東西 但對我自己來說 是什麼呢 因為我不是一個YouTuber 我不需要跑數 也不需要放廣告播 還要賺錢 對我來說 如果我做了的事情 可以令到有三四萬人 拿到這個訊息 而他們因此而知道 口罩怎麼戴 因此而知道 一比九十九怎麼開那個濃度 才叫做有效 因此而知道 家裡有什麼隆隆辣辣 最容易藏污納舊 而其實可以怎樣處理 我覺得在這場疫情裡面 我有些功德 大家呢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的 你都可以做到這種分享 你未必需要像我這樣 花這麼多時間去拍片剪片 你只是跟你身邊的朋友說 你只是跟你最親的親人說 你只是去找一些對的 和有來源的訊息出來分享 而不是去找一些道聽途說的 出來分享 你已經為這個疫情 做了很多的事情 第二 真的很多時間 我真的有很多時間 多到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眼目目的到 家人問我 你明早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什麼可以做 因為平時的 我就是 起床就是化妝梳頭 跟著出show 出完show回來 跟著買菜煮飯 那我就有一天了 其實我生活都很簡單 但我現在沒有了前面這個部分 沒有了前面這個部分 令到我連街都出不了 就是買菜煮飯這個過程 我連買菜都做不到 我只可以做煮飯的過程 因為三天買一次菜 我真的發覺 我好像在家裡悶到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想寫 又不能寫那麼多 那怎麼辦呢 我的做法就是 在這個時候 去實現一些 自己一直都很想很想做 但一直都很沒有很沒有機會 和時間做的事情 所以最近大家發現 我在網絡上做了一個新的項目 叫做執生字的系列 其實我在心裡 一直都很想可以透過一些網絡平台 去做一些保衛廣東話 和讓大家 每一個人 現在經常都說人人是記者 我想說記者 不是你有這樣的 不是你懂得拍照 就是一個記者 記者是有一種訓練 是要有判斷力的 所以我想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有第一手新聞資料 我想大家要去明白 到底為什麼 我們這些很old school的人 經常會跟大家說 我們要相信有公信力的媒體 我們要相信傳統的媒體的原因 所以 我有這個執生字的系列 我希望在這個逆境當中 反正我也這麼有空 然後剛才的這個idea 其實我想了十幾年了 我很久很久以來 我都很想做一樣 說廣東話和怎樣分析時事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不是在這個時候做了它呢 說真的 那些片 相對那些什麼口罩 一比九十九 基本上可以用沒有人看來形容的 但是對我來說不要緊 每條片 跨平台有大約一千個view 我深度懷疑 可能是十個人 每人看一百次而已 那些應該是超級fancy 如果我一個人影響到這十個人 而這十個人因為我 而有機會他們每人影響多一個 我就影響了一百個人 事情一直推下去 你在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你可以為身邊的人帶來正面帶來影響的東西 那個影響是會自然地好像一滴水滴落湖面 泛起漣漪那樣去擴大 所以如果這段時間你真的發覺自己很沒目的的時候 請你不要把這個問題放得太大 反而你是應該要去找出一個原因 為什麼你覺得萬無目的呢 是不是你有一些做人的目的你不記得了呢 其實你是不是很喜歡畫畫 你很想畫畫 但是之前你因為上班一路都沒得畫呢 其實你是不是很喜歡做食物 但是你一路都沒有時間研究做食物 因為你有上班沒有下班呢 如果這段時間 即是又沒用死 即是還可以有得吃 會不會想一下 其實十元煮一頓飯是否真的煮不到呢 到底我們十元吃一頓飯 是否真的要回到大學吃頓飯的年代呢 是否真的沒有東西可以解決呢 你的人生是否真的沒有目的呢 你的人生是否真的沒有東西想做呢 如果不是的話 請你馬上去做一件事 你會發現 自己現在每一天很有衝勁 我現在每一早七點多起床 煮完早餐之後 就要瘋狂在那裡寫稿 然後背 然後就要錄 然後就要剪接 每一次剪的時候 都要想想一下 怎樣在鏡頭上可以有些改善 然後每天在看自己的樣子 有沒有太壞 怎樣梳頭最好 所以我今天梳這個髮型 一個這麼柔順易梳的髮型 大家看到那個光澤 是不是 也有原因 因為我用了兩個星期時間 每一早去梳頭 我突然發現 原來這個髮型 是應該這樣梳的 但是這兩個星期之前 由於我根本不用見人 不用出街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梳過頭的 這個就是如果你萬無目的的處理 最後就是 其實你可以像我這樣 我作為一個寫書的人 我作為一個communicator 我作為一個想影響人的人 我會透過我的平台 在facebook上面 去跟大家做今天的分享 其實你都可以的 你都可以影響到你身邊的人 你未必需要在一個公開平台去做 你開過Facetime 最近我和一班朋友發現 Facetime是可以同時間 和32個人聊天 你是可以不用用那些 有機會洩露你密碼的網上會議平台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不如今晚就搞個 朋友Facetime gathering 或者約定下個星期日 大家各自在家裡 一人喊一口韓式炸雞 來一個 32個朋友一起愛的 迫降網上聚會 雷兼炸雞啤酒特別版 你都可以有你的方法 去鼓勵身邊的人 去為身邊的人帶來正能量 重點只是 你有沒有想起去做 還有你有沒有真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好了 剛才跟大家說了 回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回應不可以慢 因為回應一慢 就不行了 就是戴口罩 就是戴口罩而已 飛了一本書到街 就是戴口罩而已 是不是 這本書要很珍而重之 因為它是有成品暢銷榜的貼紙 這個要小心 你在家戴口罩 和你搭完升降機才戴口罩 已經是兩件事 很多事情 小小的轉變 可以帶來很大的改善 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在一些問題出現在眼前的時候 你都可以立即找到一個原因 然後針對那個原因 馬上去做一個很好的回應 今天的分享 我們有一個即時活動的環節 需要執生的問題 或者一些暫時解決不了的事情 真的在眼前的話 我歡迎大家可以馬上留言 我有一個朋友問 會不會定期做一些 topic 去做live chat 我是有想這樣做的 在我本書裡面 我有講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寫的這本書 剛才說的 是六至八月 是香港其中一個最動蕩的時間 在這個這麼動蕩的時間 我想起 在13年的時候 佔中運動的時候 當時我是一個 music show 的 DJ 我另外做一個 infotainment 的節目 兩個節目都跟時事是沒有關係的 我的責任也不是去講時事的 當時我不斷去質疑自己 我在想到底我在做什麼 我受這樣的一個傳媒教育的訓練 我讀新聞是出身 然後外面打到含含含的時候 我在公司播歌 我在書裡面有寫 當時我很質疑自己 我解脫不了這件事情 在書裡面我找到的一個結局是什麼 就是有些朋友跟我說 在這麼繃緊的生活裡面 能夠聽我做音樂節目是一種書解 這是我第一次發現 原來我做 DJ 是可以有這樣的功能和價值 所以當時我開始 找得到自己做這個工作的一個理由 而說回這件事件 就是為什麼我會在這段時間 拍這麼多片 做這麼多這些事情 或者今天我想試做一個live 就是因為 既然上天他恩賜了一個 大家開著畫面這麼久 都不覺得厭煩的樣子 還有一把 有很多人都讚賞 很有感染力 能夠聽到入心入肺的聲音給我 上天是有一些任務給我的 而我相信我的這個任務 就是在這個社會需要我的時候 做一些這個社會需要的事情 所以好地地這些什麼 執生志 講怎樣做抗疫主呼 那些事情 其實我是很不想繼續做下去的 只要疫情過了 只要我可以出去做一個show 有些事情做 我不用繼續搞這些事情 我很想疫情過 但是大家都看到 疫情都沒有久有得過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好 所以不如大家都可以這樣 如果你想有些題目 都想聽一下我講 聽一下我分享的話 就告訴我 我構思一下 會不會我們定期 去做一些直播 去和大家可以聊天 好嗎 想問一下當初 為什麼會選擇做freelance 是不是 怕不怕收入不穩定 第一 做freelance 不是我的選擇 我是被迫的 我是 本書裡面也有寫的 我是發明星夢出身的一個人 我一直都覺得 我有這樣的樣子 都叫做 不會令人扔爛電視 然後又有把 朗過油的口 沒理由會沒有人簽我做artist 全香港的電視台我都見過 但是全香港的電視台都不簽我 無論是藝園 體育科 新聞部 娛樂新聞 你說得出 我都見過了 本書裡面 我引述一下這個故事 當時是因為沒有人要 所以我被迫做freelance 這個是事實 也是一個我不怕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但是我也很感恩 當時不要我的人 因為我現在有足夠的成熟 看回頭 知道當日的我 是有多麼不足 當日我最大的不足 就是太有自信 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以為自己很fit 但是其實 我不是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相信別人的眼光 講過有趣的經理給大家聽 我曾經去某個台的藝園部 都沒有幾個台有藝園部的 藝園經理問我 他說 如果公司簽了 我不會拍劇的 我是想做主持 你想做什麼節目 我去藝園部和藝園經理說 我當日是回答他 當日22歲的我 我回答他 我想做時事節目 我現在說出來 我也忍不住笑 你跟適當的人說適當的事情 這是我在書裡教大家 所以我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來回顧 檢討 自己當日的錯誤 如果我真的這麼想做電視台 我當然是老虎蟹跟他說 我想做音樂節目 因為那個不是我第一個做的電視台 我之前在另外兩個電視台有工作過 所有的監製都說 你這樣的樣子是做不到正經的 即是觀眾看出來的訊息 你這樣的樣子是做不到嚴肅的 因為我曾經是做過醫學 心理衛生醫療的 他們說根本是錯的 你的樣子是只可以做娛樂的 這樣 那你死不順邪 死不順邪 你就亂回答人 亂回答錯誤 答錯誤 你就會失去一個簽聯絡的機會 所以 我做freelance 不是自己選擇 是被迫的 當然之後我都有很多機會 可以放棄freelance 這個身份 但是我發現 與其去在一個機構裏面做到很厲害 我寧願保持一定的自由度 承擔收入不穩定的風險 而一直做一些我喜歡做的事情 去對得住上天對我的恩賜 而去做一些可以影響到人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我沒有錢收 我也要做義工 諸如此類 這不是因為我威風 也不是因為我覺得 我想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是因為 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都有一個責任 所以freelance 的身份 令我可以做到我的責任 不代表你打工做不到這個責任 你打工也可以參加公司的義工隊 你打工也可以在公司做一些 對社會有價值做CSR的事情 其實同樣是幫助公司的業務 而同一時間幫助到這個世界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這件事 家人朋友或上司在疫情當中 過度焦慮 怎樣可以開解他們 第一 留這句話當然是我的朋友 先說明 因為既然有妹 當然要告訴大家有人做妹 第一 作為這些朋友的朋友 你不要去量度 他的焦慮 是不是過度的焦慮 焦慮是不能過度的 比如像我這樣 幾個月沒有公開 年收入跌百分之五十 我是不是過度地樂觀呢 這樣 樂觀是不能過度的 所以第一樣就是 你不要覺得問題是 他過分焦慮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身邊有人 對一件事情焦慮的時候 你是需要去理解 為什麼他會焦慮 正如當大家看到 每個人出去搶廁紙 每個人出去搶米的時候 你心裡很容易就會覺得 你這麼蠢啊 你怎麼都相信 你連米不夠都相信 你知不知道 香港有多少米的儲備 你知不知道 其實泰國的船 繼續來香港 你很容易會去質疑 別人的焦慮 但我想說 被質疑那個人 他只會更加焦慮 他只會覺得 你說的東西不是真的 我不會相信的 原因是什麼呢 地運你都沒有相信我 所以你說的東西 再對再正確 你都不會說服到我 這也是我在《執生》這本書裡說的 如果我們要執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們要信任身邊的人 而你必須要信任他 他是有強項和弱項的 所以 如果你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真的焦慮了 他很焦慮了 我說不要用過度 但是你可以說他是不是很焦慮 他很害怕 自己多笑一點 我是很喜歡做這個角色的 我在大部分朋友group裡 經常都是被批評 經常都不出聲 敬以讀不回 我是 但是我真的有看 我是在等一個時機 然後說一句最無聊的說話 最搞笑 我真的會配合我個人的性格 希望哄一下大家開心 因為既然你都很焦慮了 我還告訴你 不用怕的 就正如有人失戀的時候 不要不開心 如果可以說一句就不開心 就不用不開心的 那我就不怕失戀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身邊有這些人的話 令他安心 你的快樂會令人開心 這是肯定的 這是不需要任何傳播學理論 都可以做到的 Timothy 不如考慮一下用你專長的說話技巧 教人說話 一句說話用不同的演繹方法 會有不同的效果 我知道這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現在是有一些培訓課程 給大家可以上 然後教大家 怎樣用你的說話方法 來在工作上 或者生活中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是已經存在的 但至於我要不要把它免費化 公開化地去做 給我一點時間 我考慮一下 我是否可以連那一段收入都不要 如果是的話 我真的不介意 每天坐在這裡和大家聊天 但是在這件事之前 如果你都想馬上知道 到底怎樣說話會好些 第一件事大家要有個概念 講說話的時候 怎樣演繹 是最多人關注的 每個人都會說 林偉豪你做執生日 很自正康圓 很正 大家都是把讚賞放在 講得怎樣好 但是作為一個做傳媒出身的人 我告訴你 一個講說話真正講得好的人 是他要先想得好 他先判斷得好 怎樣說 只是一件感上添花的事情 這個部分在這本書裡 雖然不是主題 但是我有少少部分 是涵蓋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這本書 我們最後看兩個問題 Patrick說 執生字很棒 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做 但首先 我要去研究一個 可以令自己做得更快的方法 因為我對自己的確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而這個要求令到我每天要用四五個小時 去做這個項目 我覺得是有些多的 而我覺得以我的能力 是可以做得更快 我希望將來可以做到 譬如兩三個小時 我可以KO這件事 那我就可以繼續做下去多些 否則他會對我生命裡面 其他的部分做到影響 Hello Cynthia 非常棒的表演 非常有趣 謝謝你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我想不是很多人會 會將一些很個人的經歷 或者很貼心的一些情緒 在Facebook這樣的平台上面 和大家分享 我今天的分享不是為了 要告訴大家 現在做我這個行業 真的很慘 做freelancer真的很慘 我又在這裏說 那些人經常都覺得 做freelancer很棒 你什麼都是自己控制 我想說freelancer兩個事實 第一就是 那些人經常覺得你是free 覺得可以不用錢 找你做事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真的做到懶絲 你都不是找到幾多 所以大家不要對freelancer 有一個太高的想像 多謝Stam Sir Stam Sir給了兩個thumbs up 另外Stam Sir 我留意到 每一天都有share 我那個執生字的短片 給你的壽眾看 我都希望 我自知我不是一個 會很直接對應到 小學生和中學生去做教育的人 我做的事情是會比較麻煩 是不是那麼直接 要想多些事情 所以我多謝你的分享 但是另一樣 我都很希望的就是 我知道因為現在 在Stam教育的情況之下 令到我們香港的學生 大家對於解難的能力 是越來越高 大家對於 其實就是執生 就是發現問題 然後去找出一個原因 然後去修正那個機械人 或者修正那個程式 諸如此類 我知道香港的學生做得越來越好 所以我反過來 我都在想 就是我做的事情 可能中學生和小學生 他們隨時已經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個判斷 很多謝你幫我推廣這件事 好 Stam Sir教我 可以用一下Switcher Studio 來開Live 好啊 我會Google一下Switcher Studio 是什麼 我剛剛一眼看下去 我以為你叫我用Switch 來開Live 我打算Live 教大家玩Switch 那個Fitbit 那個環 大家有沒有興趣 看 多謝Stam Sir 我會想想 如何在器材上 可以盡量再做好一點 例如令到我旁邊這部電腦 不要再在適當的時候突然刻了畫面 Persy 這句話我借Persy送給大家 人生漫長 為自己曾經出錯的空間 給自己曾經出錯的空間 亦都不為過 每一個人都會有錯的時間 所以我 你見我經常都會批評一些政策 執行得不到位 我覺得做錯是正常的 我坐在那些位置 我都不會做得好的 但是你要做得對 要去改正 所以 對了 容許自己出錯 有本書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就是給自己錯 容忍自己會犯錯 因為只有知道自己犯錯的人 才會進步 OK 這句話是給大家的 今天的這個分享會 我們先做到這裡 在這裡也容許我賣一點廣告 但是廣告大家看到都反光反倒看不到 不如我直接給大家看 今天在大家眼前做這個分享會 逆境執生的人 是執生這本書的作者 而這本書 也是很感恩有大家支持的關係 可以在成品暢銷榜上 登上一個好的位置 第二位的 所以我儲了這本貼紙回來 提醒自己 如果有機會再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做得比這一次更加好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教你的這個執生方程式 說的就是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需要 動色問題 對準原因 而馬上回應 你希望可以知道更加多 到底我們做人是可以怎樣執生 到底怎樣可以從我自己作為一個 私儀和主持人 在15年工作裡面的親身經歷 亦都包括我在傳媒公司 我建立自己的品牌 我自己的公司 甚至做業務工作裡面 所得到的經驗 是可以怎樣套用到在大家 好像今天所說 你突然間失業怎麼辦 你發覺一路以來在家很悶怎麼辦 你發覺家人壓力很大怎麼辦 的時候 這本書是我有信心 可以給大家一些答案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現在是Stay Home 我想告訴大家 想買這本書 大家可以去到 楓鳥出版社的網上書店買的 他們有個很可愛的編輯 這個編輯是會做寄書的工作的 不知為何很辛苦 所以他們會親手 將我的這本作品寄到你家 讓你可以捉不出戶 就有書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到 楓鳥出版的官方網站買書 又或者 如果大家都好像我這樣 經常在網購的時候 發現買來買去都買不到500元 於是怕要虧運費 而在那個時刻 很不想虧運費 你們都可以在HKTVmall的網站 買到我的這本書 一本書100元 很容易可以幫你去到500元 這樣就可以免運費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到楓鳥出版社的網上書店 或者HKTVmall的網上書店買 否則如果你真的有外出的話 全港各大書店都可以買到這本書 另一樣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享有興趣 或者對我的製作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 要follow subscribe 和like 我的平台很煩 可以統一同一個字眼 Facebook IG 和YouTube 希望在這些平台裡 可以為大家做一些好的內容 因為我相信 在現在這個 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最重要是找出一個原因 原因不是資訊爆炸 原因是很多人都不是用傳播者的心態 來提供資訊 而我希望在我的能力裡面 可以去做到這些事情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小小的學習 最後我們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分享到最後我想留一句說話給大家 當然其實都是廣告 希望大家諒解 大家要知道 歌仔又得唱 知否世事常變 變幻才是永恆 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活在一個不變的世界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更加難以去想像 究竟2025年的香港是怎樣 2030年的香港是怎樣 2040年的香港是怎樣 2046年的香港是怎樣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我們唯有可以做的就是 我們每一天都準備好自己 動色問題 對準原因 馬上回應 令自己執生成功 希望在這一場的逆境裡面 希望在這麼大的挑戰裡面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每一個有看我今天這個Live的人 無論你是否我的朋友也好 你是一直有欣賞我的人也好 或者你是一個路過的人也好 你都可以在這場疫境裡面執生成功 希望每一個都可以有很好的身體 有很好的心靈 有很好的能量 然後我們可以去影響身邊的人 最後我們可以一起戰勝這個疫情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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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